连战连先生在这个22号的傍晚 他由他的办公室发表了一篇 他自己亲自拟定的一个稿件 发给所有的媒体 我们几乎都全部全版照灯 照灯而且开始有很多的评论 为什么我会说连先生的这篇的讲话很重要 因为连先生再怎么样 他对于政坛国民党的老一代的人 他是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 而这些国民党的老一代的这些政治的领袖 他的小孩很多都在国民党内从政了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在担任议员 或是担任什么样的一些民意代表 然后他们本身也是中央委员或是中常委 这些小朋友们原本不太清楚 这个整个大局势 所以在私底下的谈话中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对九二共识 有很多不以为然 都认为说这个早就应该要丢到历史的灰烬等等 那也就是这些所谓的青壮派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中 其实也产生了一些发酵 不过他的副职辈 尤其是连赞连生生跳出来把他的政治立场 把他的两岸的论述说得如此的清楚明白 就是九二共识是如此的重要 九二共识是影响到两岸和平 如此的重要的一个政策主张 怎么可以儿戏 怎么可以脑袋不清楚 当他一发出来 我相信很多这个连先生他的老部署们 一定会清清楚楚地看到 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很深信 他一定会跟他的孩子说 这个事不要开玩笑 这个事不是儿戏 这个事不要误判 他一定会给他的孩子们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这些小朋友们一定会发现 他们之前的这种儿戏草率的行为是不对的 所以他们翻染改正的几率是很大的 一旦他们改正过来 在中央委员会或是中常委开会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文件要通过可能就难了 换言之也就是必要的修正是一定会进行的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这个稿子必要的修正 由谁来抓刀 由谁来起草 他作为必要的修正 这也就是我们在观察 国民党后续会怎么做 因为看起来 舆论的压力 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国民党就不敢通过这样一份草案 所以一定是会修正草案之后再通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